剛剛的話喔 特別注意喔 Jason格式其實還蠻複雜的 那我建議啦 你其實有些東西不重要 你根本不用去理會它 因為最重要是我要抓裡面的資料 那所以呢 你要知道說 我的資料是放在哪一個key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要抓到那個key 怎麼知道哪個key 當然如果你從頭到尾看啦 看得很累啦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把它 我的習慣是貼到Jason Edit 然後呢 可以利用Jason Edit裡面的tree喔 原來是test嘛 你可以把它切到那個tree模式 樹狀模式喔 然後呢 你會看到說 這個物件 其實它裡面有10個key 所以展開來 那我要的資料呢 這前面幾個好像都不是 你可以展開打開來看 這都不是喔 然後呢 這個link也不是啦 它是連結 那主要是放在這裡啦 所以我要的資料我已經找到 在recourse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 樹先抓 這個樹 樹物件先抓下來 那放不放哪裡呢 通常是放在那個字典的這個形態喔 因為其實Jason在python裡面 剛好對應到字典 所以以後喔 這個Jason格式就不用怕了 因為我覺得Python剛好有字典還好 像那個其他的像VBA沒有字典就麻煩了 它沒有字典怎麼辦呢 你要解析Jason就是一個大問題 還好Jason有一個字典 所以我先把資料先放在 把資料先放在字典裡面 然後再從字典裡面去抓什麼 抓這個recourse就可以了 那這個recourse裡面抓回來喔 它就會是一個中瓜糊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recourse冒號後面就是一個中瓜糊 所以它是一個串列有沒有 然後這個串列的話 抓回來之後的話 我再抓什麼 因為這個串列裡面喔 就是在放總共78個字典 所以我再把字典後面 字典有沒有一個 字典裡面的這個什麼呢 後面的value 那我就可以把資料全部抓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目標是希望 可以把Jason轉成csv 因為如果沒有轉csv 所以我們處理起來不方便 所以我目標第一個 先把Jason如何轉成csv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我先demo一下 這個是這個是做好的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已經下載 並且把剛剛看到的這個資料有沒有 像那個大臣彰化 是然後時間嘛 然後PM2.5這個嘛 這個資料的話 先一比一比抓下來 我把它放大一下 你們看到這個資料 是我已經把它從那個 那個網站上面 直接做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呢 其實喔 如果用那個JasonEdit 來對比的話 其實喔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就是 我希望把這個資料嘛 一個一個啊 有沒有12345 那其實就是這一筆啦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第一筆了 那這個的話呢 就第二筆 富貴巷 有沒有 然後新北 然後這個資料 有沒有 這個縱向的變成橫向的 那我要怎麼樣 總共底下就是一樣啦 總共有78個啦 那我要怎麼樣 剛好取得它後面的這個value 然後把它變橫向的 如果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一個的 這個串列的話 那後面轉成csv就簡單的啦 OK喔 所以要怎麼樣轉喔 那接下來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轉的話 第一個喔 因為我第一個先把那個 這個pn25的資料 先把它先 先 Json的部分 先把它抓下來了 OK 第一個喔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第一步 先把資料給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樣去解析 這個Json格式 那剛好呢 在那個 那個什麼 Python裡面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 還蠻好用的一個功能 在那個Json裡面的話 我剛剛這邊有一個import 多import的一個東西 叫Json的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裡面 還好有一個功能 蠻好用的 叫Json 加Row加S有沒有 OK 加JsonRow 那這個JsonRow的話 它還蠻好 以後你 JsonRow加S的話 其實就是 專門是RowString的 就是把那個字串 把它漏進來 漏進來之後呢 自動可以丟到哪裡呢 丟到一個字典 還好剛好有沒有 Json如果在Python 真的完美的 可以把它丟到字典裡面 OK 那我們前面的話 用一個叫DICTE的一個字典 的一個變數去接它 那可是問題 這個DICTE裡面 大概長什麼樣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剛剛講過 字典的話一定是大瓜糊 所以我把它漏進來之後 把它print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print出來的話 它一定是大瓜糊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是像一串 一個大瓜糊 所以你會發現字典 DICTE裡面的話 其實等於就是把它整個 都放在一個 就是說一個字典裡面 可是問題 我們不要這麼多啊 我要了只有recourse那個部分就好了 其他不要 所以我底下的話 我再 再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叫做DICTE裡面 有一個方法叫get 特別之外 get的話主要是取得 你這麼多key裡面的哪一個key 其中我們剛好觀察到 剛好在recourse裡面這個key 裡面呢就是有我要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什麼呢 就是edit裡面 看到 這邊名稱叫recourse 我就把這個recourse點兩下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Ctrl-C 然後Ctrl-V的話呢 直接貼到這個get後面這邊來 把它貼上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它get回來 可是get回來 到底這個recourse它裡面是什麼形態呢 那你可以看到它後面就是它的形態 它後面你主要看 這個很重要哦 你不要每次都用list去接哦 因為它這個地方哦 可以看到它是中刮符 所以冒號後面如果是中刮符的話 那請你用一個list去接它 OK 如果假設大刮符你就不能說也是用list哦 不行 你要用叫dition的字典 DICT OK 那我的習慣啊 第一個就用1嘛 第二個就2嘛 OK 那我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前面沒有list 所以我用list1去接它 所以得到的recourse的話 你會發現哦 它其實呢 如果你把它print了出來的話 比如說我把這個哦 print了出來 你會發現這個DICT1 裡面就是我要的那些東西 那這裡面的話有哪一些啊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一個串列 一個串列 裡面呢 就放很多很多的字典 所以你會發現print出來之後 有沒有 中刮符嘛 那它裡面放的資料 第一個資料呢 那就會是這樣的有沒有 Key 大刮符 然後呢 Key杯 第一個Key的話是size 它總共 你把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Key當成是一個欄位名稱嘛 第一欄是哪個側站 然後哪個縣市 PM25多少 哪一天側的 然後單位多少 就是第一個 所以哦 這個串列裡面 第一個資料就是一個什麼字典 誒 你說字典 老師那是字典 可是你這個字典裡面哦 那個Key啊 一直重複耶 我只要Value 我不要Key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如果你假設你不要它的Key的話 那你就會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它的那個後面的資料哦 所以後面我寫了一個回圈 我要把全部的那個 因為這個串列裡面總共有78個資料 那我就怎麼樣呢 For i in range 就是從0有沒有一樣嘛 這個到它全部的話應該是78啦 所以到77 0到77的資料 幫我一個一個的串列通通抓回來 可是抓回來的時候呢 我不要裡面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Key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哦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把這個哪一個字 這個指的是某一個這個什麼呢 字典 你把這個字典 某一個字典哦 有沒有 比如這個的話呢 假設抓這個好了 這個是一個字典 把這個字典抓過來的時候 然後呢 它裡面有Key有Value 對不對哦 那你可以跟它講說 哦 我不要裡面的Key 所以後面的話 你直接點Values就好了 點Values意思說 我只是取後面的資料 前面的資料我通通不要 OK 所以你會發現哦 取到的話 就是後面的Value的部分 OK 那放哪裡呢 放在List2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List2裡面呢 就可以得到所有它後面的Values的部分 不過我現在 我這個地方多轉一個List 那我把它Printed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哦 Printed出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真的耶 它就只有抓什麼 抓裡面的那個Values的部分 它沒有抓那個什麼 它裡面的Key啦 那Key怎麼辦 Key不要啦 因為Key其實我們自己再加上欄位名稱就好了 所以Key不需要 而且你會發現 Jackson有一個比較麻煩 因為它就Key一直重複 其實有點浪費空 但沒辦法 它的結構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好 但是最後有個另外的問題 你說老師那這個是串列嗎 其實它這個不等於串列 它這個是叫 它的形態 叫做Dict 就是字典的Values的一個形態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這個串列形態的話 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這一個叫Ditional Values的形態 轉換成List的話 請你在這個外面再包一個函數叫List List中瓜虎的意思 意思說呢 幫我把這個字典的Values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我需要的這個串列形態 因為如果你沒有轉換成串列 很抱歉 你沒有辦法變成CSV 因為我們這個Dict Value 你沒有辦法像串列一樣 可以做我要哪一欄 哪個資料的存取 所以特別注意 所以最後呢 我在這個外面再包一個List 那得到的結果 把它print給各位看一下 得到的就會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中瓜虎的形態 那如果中瓜虎來處理的話 應該大家就比較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把 78個串列通通都輸出了 欸 但這個已經有78個串列 那如果啦 有78個串列好了 欸 那下一步的話 我希望把這個78個串列 幫我把它存成CSV 怎麼做 OK 所以喔 剛剛第一步把資料當下來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 Python在處理json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用json loss 把那個抓下來的東西 解析到字典的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再取得它我們要的key 然後並且 再取得我要的key裡面的value 然後 最後就看到這樣的結果 但是問題現在還不是CSV 所以下一階段喔 我希望呢 把這一些串列 78個串列 幫我存成一個CSV檔 欸 那該怎麼做 存C 你說存CSV檔 還記得吧 存CSV檔 最後存檔還記得吧 反正就固定了三行有沒有 哪三行 F等於open 反正固定我建議喔 這個存檔一定要記一下 那你存的檔名叫什麼 比如說PM25好了 或者後面加一個json 反正就名稱點CSV好了 OK 然後呢 它的模式的話呢 就是W模式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叫什麼 F 點什麼呢 點right 外側 外側後面加一個S 目前有S嗎 沒有 所以變成你要把這個串列 把它變成一個S 怎麼樣把 串列 78個串列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把它存在一個C 最後記得還有一個 就是F 點close 有沒有 close 把它close 所以三行的蠻重要的 這三行 但這個S要怎麼剛好產生喔 所以喔 你這個S 如果要產生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們可以把它產生到回圈上面這邊 應該是 我看 一般習慣我是把它放在4回圈的上面 會有S 等於什麼 等於 因為這個好像最後沒有欄位名稱 所以要不就是你自己再加一個欄位名稱吧 如果你要把它存檔的話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前面的話 這邊 OK 因為這個跟 在雲翻白板的第19頁 在 如果你要轉成CSV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上方先加上S 如果你不需要欄位名稱 你就給它空的 那如果你需要欄位名稱 比如說我希望有1 2 3 4 5個欄位 那最後記得一個換行 5個欄位喔 所以S 它的初始詞呢 就直接給欄位名稱加換行 好 那接下來的話 要做什麼 再把那個 有沒有 這邊有78個串列 你就變成要組一組一的怎麼樣 把它再加到這個字串裡面 然後最後把它Write出去 就會是一個CSV了 有沒有 應該可以 可以理解我在做什麼吧 這個還蠻常用的 如果你其他東西不熟沒關係 但這一定要很熟 尤其是存CSV 我覺得存CSV真的 太重要了啦 因為 而且太好用 太常用到了 OK 那當然啦 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不存CSV 我存Excel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我們前面才講過嘛 所以你也可以順便複習一下 如果我不把它存成CSV 我想要把它存成Excel的話 該怎麼做 OK 當然啦 我想你應該忘了很多啦 不過雲端上都有之前的範本 你可以把之前的範本 拿來參考一下 稍微改動一下 應該也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把Jason很快解析成這個字典 然後再get它的哪個key 然後把它裡面的資料分別的 它的資料抓出來之後 我們要再把它轉成為CSV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可以想想看一下 當然如果你動作快的同學 可以再存成Excel看看 複習一下 這前面都講過啦 剩下來就是把它熟練了 熟練的話以後就蠻好用的 因為未來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爬下來之後 你總會需要把它存檔吧 如果你不存檔 老師我看到就好了 那看到 可是問題你還是要給別人看 或者你將來要做別的用途的話 那勢必你會需要存檔的這個需求 那當然存檔一般最簡單就CSV吧 我覺得啦 CSV應該算是最沒有什麼好說的 因為如果你用其他的格式 那你可能要引用別的模組 但是我覺得CSV因為它的存檔還蠻簡單 因為它內建的啦 因為檔案物件的部分 其實它已經有內建這些方法 甚至你都不用引用任何東西 而且CSV的相容性還蠻大的 你跟你SEL其實相通的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資料Jackson解析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要把它存CSV和CSV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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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